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13号怪异岛》 影片开场,六名法医本科生乘着小艇来到了美国国家公园 一处被称为《13号怪异岛》的尸体农场 准备进行一项医学测试 一旦通过测试,他们将获得FBI的实习机会 为了保证测试的公平公正 不苟言笑的教授犹豫术无所不用其极 给同学们设计了不少难题 上岸之后,负责后勤工作的胡子哥 开着车拉着同学们来到了临时的营地 优育叔说还是老规矩啊 咱这种类型的影片,手机必须是没信号 一会儿给你们配备对象机,但不一定好用啊 尤其是一遇到紧急情况,很有可能就联系不上 这胡子哥是个诚实不足,败事有余的家 不仅胆小如鼠,而且败事特不靠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吃啥不胜,干啥不清的猪子友 优育叔说这床是用来睡觉的 不是让你们打情骂笑瞎胡闹 你们一定要戒身自豪 优育叔这边前脚刚走 大眼妹就被一只死耗子给吓尿了 优育叔说这次的考试非常的严格 你们两个人一组,小组和小组之间不许下联系 同学们好好干啊,组是看得见 法医这活一般人还真干不了 小白脸就是因为口味不够重,当时又吐了 胡子哥正在做饭的时候,突然发现烤鸡不见 他急忙去向优育叔汇报 胡子哥说据我所知 这个岛过去是政府专门用来拿那些死刑犯做实验 从逻辑上来说 这个岛除了我们不应该再有别的活物 可就在刚才,我的两只烤鸡不见了 这事你怎么看啊 忧郁叔说老弟别着急啊 我觉得尸体肯定是被凶手给转移了 胡子哥一听这忧郁叔不拿自己的话当回事的 心里顿时时憋了一肚子气 这哥们正准备撒尿的时候 突然看到屋里躺着一具陌生的女士 风韵犹存十分的诱人的 他急忙找到了大眼妹和冷淡姐 说那边屋里有一具来历不明的女士非常惊艳 你们要不要去看一看 冷淡姐跟着胡子哥来到停放女士的房间 发现根本不是他们测试用的尸体 冷淡姐急忙向教授忧郁叔汇报 忧郁叔说别开国际玩笑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具女士突然一声磕口 当时就把胡子哥给吓尿 胡子哥说这个地方是个地狱的停留地 再不走吃饶全有那个儿子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该铺垫的都铺垫了 接下来就必须要有人领和办 第一位受到袭击的是冷淡姐 要说这姐们死得一点都不远 放着好好的路走 非得往那歪门鞋道里钻 丧尸一看这姐们跟自己配合的这么默契 就心里也是百感交集啊 听到惨叫声的大耳妹急忙出去寻找 发现冷淡姐已经被咬的是遍体鳞肠 眼瞅着要喝默默汤了 第二位是小白脸 这哥们跟冷淡姐犯的是一个毛病 也是放着好好的路走 非要钻得死不通 其他几位发现情况不对 迅速开了一碰碰碰会 打算找到其他几个同学之后 一起撒子撤退 冷淡姐和小白脸被咬之后 很快就变成了丧尸 两人是一静一动配合的天衣无缝 就打算要了大耳妹的命 要说还得是大耳妹 关键时刻灵魂不乱 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 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 大背头一直在追求大耳妹 虽然对方还没吐头 但他已经单方面把这事给定下来 他一看自己的女神一直没有消息 急得是火烧火燎 开始满世界道 胡子哥正在给门板加固的时候 丧尸们突然就插刀 把这哥们和优育书全都瞎撂 俗话说手里有枪心不慌 优育书心一横 就打算出门跟丧尸决一死战 胡子哥说你最好不要情急妄动 你手里这玩意估计对他们没什么用 优育书说我不冒这个险 咱这个戏就没法往下演 这哥们刚一出门便遭到了丧尸的袭击 幸亏胡子哥机灵 急忙把优育书给拽了回来 胡子哥说你这个大文蛋 不知道听人劝吃晚饭 转场之后 大耳妹和大背头冰河一处降打一下 很快就把一个丧尸给杀了 要说这波丧尸的战斗力确实是挺强 不仅皮糙肉厚而且还勇猛一场 胡子哥一个不留神就被丧尸决说假话 随后丧尸们开始追查戏文不多的鸭石帽和龙头了 这哥俩一看大师不好开着车仨子就跑 俗话说患难兼真情了 大耳妹终于献上了自己的相吻 把大背头激动不行了 但这个嘴亲的代价可是太大了 这大背头刚要跟变成丧尸的胡子哥来一场血品 突然就来了大耳妹枪 这可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疼得大背头当下猛的一颤 大耳妹说亲爱的这是误会一场 你可千万不要多想 随后大耳妹搀扶着受伤的大背头 拦住了鸭蛇帽和龙头哥的车 丧尸们一看那能干吗 马上对他们展开了威力阻截 在这场鸡飞狗跳的战斗中 鸭蛇帽的鸭蛇帽和龙头哥一起叫了分票 鸭蛇帽没了鸭蛇帽 这脑子也乱的啥也玩不怪 直接就把车给开翻了 第二天的一早 三个人和不知道跑哪玩去的 忧郁叔胜利会师 这个时候 在有关部门工作的王大白开车赶到 忧郁叔上去就是一拳的 说当年那个囚犯实验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是说这党上没有活路了吗 王大白说 我只有第一级别的权限 据说当年做实验的时候出了事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行了 跟俩正说着呢 丧尸们突然就插刀 要说这忧郁叔的反应就是快 直接就把王大白推到了丧尸的怀里 影片演到这儿突然停住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结束 估计是还想着拍下一步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押心 丧尸电影千千万 大多数都比较烂 不仅故事没意思 演技全部在线